就是這裡 哇 油油亮亮的 金光閃閃 對不對 不想看到它也不行 這一家東門丫頭 跟這邊這一區的發展歷史 我覺得有很大的關係 這邊雖然是靠近新一路 但是呢 在過去前面那條叫做仁愛路 對 在仁愛路跟金山南路的這一帶 過去有非常多的官司 而且有很多的高階的將官 很多的香港人 廣東人 住久了之後呢 你就會想念家鄉味 當然 經過我常住在台灣的香港朋友的鑑定 他們的蠟腸 那個什麼 很少 找到皮膚比我黑的耶 真的啊 可是剛剛攝影師他在打燈的時候 他說這個比你白一號耶 不錯啊 奇怪 你真的老朋友這樣修理我了 明明就比我黑 這個叫做蠟腸 對 這叫肝腸 我的在台灣常住的香港朋友說 這是最接近他們家鄉的味道 最接近鄉稠的味道 是 是 師傅 我要請教一下 你們這邊 為什麼你們可以這樣子 把這種廣東的味道做得這麼好嗎 因為我們老闆本身就是香港的 對 發現好多香港的人都在這邊 所以想說 那麼多香港人在這邊 會不會想吃一下 懷孕加鄉的味道呢 所以我們老闆就想到 可以把香港的一些特色 搬到整個這邊來弄 台灣的燒辣店約末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盛行 第一代老闆早期是以小餐館的形式經營 現在則是有了不同經營方式 每天四點中央廚房開始運作 一批一批傳承父親手藝做好的燒鴨 燒肉直送到店內 二代老闆講究的SOP 連刀工也需一致化 餵的就是確保客人入口時的每塊肉 都是完美比例 聽鴨子說 就連最柴的鴨胸部位 師傅都可以處理得恰到好處 那還不趕快讓我們品香一些啊 很脆喔 好滑嫩喔 皮香不香 皮非常香 皮下的那個油脂 突然間爆在口中的那個香味 非常香 是 他們消耗的功夫很好 原本應該說這種肥鴨啊肥鵝啊 他們皮下的脂肪如果多的話 放涼的有一個腥味 油脂味會太重 可是又是因為他們的火候控制得很好 他只留下適當的油脂在裡面 選鴨的時候 我們就會選那個櫻桃乳品種的肥鴨 而且我們是要限定說我們75天以上的鴨 不能第一75天 重量的話我們現在說四斤八兩 到五斤一下 對 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 太大的話它就會太肥 它就會油會太多 然後火候控制也很重要 所以這樣子難怪說你們的鴨 都一定要選同樣的大小 因為一模進去 如果說大小不一樣 它燒好的程度就會不一樣 是 我剛剛講說最厲害的你要吃 雞胸嗎 來 剛剛這個肉有多厚 真的是juicy的 而且肉很軟 而且鴨的味道很香 對啊 馬上一咬下去 那個香味就出來了 胸這邊的皮下的脂肪 就會稍微厚一些 所以再加上這個油的潤滑之後 鴨油潤滑 你咬起來你就覺得不柴 超棒 但是除了這個之外 我人生最愛東門鴨裝的另外一樣燒肉 那個皮可以這樣子脆 而且又不是那種太空洞的感覺 你看看你 你喜歡吃肥的嗎 我其實蠻喜歡吃肥的 我喜歡吃那個油油膩膩的感覺 哇塞 你的那塊皮的聲音也太大聲了吧 對啊 而且很多吃 我一直以為脆皮這個燒肉 裡面一定要是乾的 因為我從以前到現在都知道是乾的 一直有一個錯誤的印象就是 反正為了吃皮 那肉乾乾的 或許就是他們的做法吧 我們的豬肉呢 特別選擇有GMP認證的南投的大皮 有兩產商 對 所以選肉的成為 台灣豬 有GMP認證的 所以選肉也很重要 皮跟肉之間的脂肪 要有一定的脂肪 嗯 如果沒有脂肪的話 皮脆的肉就會拆掉了 然後我們會先煮過 要把腥會去掉 是 去掉之後我們會帶它皮上 紮上迷迷麻麻的小豆 然後油 紮針啊 對 要紮針 每一塊都要均勻地紮到針 哇 這個都靠手工 是手工 為什麼要紮針啊 因為紮針是 這個爆皮爆得脆不脆 漂不漂亮 它是一個關鍵 那裡面的油給流出來 流出來 這樣的話我們烤的時候 我們用高溫250度的高溫 我們回烤的時候 它的油會滴出來 就類似它的油 在自己炸自己的皮一樣 在烤的時候 把它炸得酥酥脆脆 自體油炸 對 而且我們爆分兩次 我們第一次爆出來是焦胚的 然後我們會把那個焦胚的刮掉 然後再回烤 那回烤的時候 它的皮就會 油就會出來 這是第二次 你的工序這麼複雜 對 工序很複雜 而且紮針應該就不能紮太深喔 如果紮太深的話 那個皮也有時候會爆得脆 所以就是穿透那個皮 但是不能夠太深 炸到肉 剛剛你看 附近的頂太風 他們要求這個濕布皮 要趕得多厚 然後摺要摺幾摺 差不多 我們也是有一定的標準 那個標準的 就是切法的標準 或者是做法的標準 我們每一塊肉 醃的時間 厚飽度 怎麼烤 烤的時間 我們都是標準化的 一天要賣出三千個的便當 不是花錢砸設備就好 量產的同時 也希望客人吃入口中的 還是父親傳下的好味道 維持心中那股熱去做的品管 才是溫度永不減的最大武器 接著一定要吃吃看 連香港朋友都說讚的臘腸乾腸 好 我個人是非常喜歡吃辣味飯 喔 我很喜歡它那個油被蒸下去 那個飯裡面的那個香味 一打開才知道 這樣啦 很軟 我以前 在咬那個有點像咬一咬軟糖 比較便宜的 這個是有肉的咬性 嗯 有些腸液好難咬乾 你還要把它拿出來這樣子 你們家的臘腸乾腸 怎麼可以做得這麼軟啊 這也是SOP做出來的 對啊 破腿肉肥瘦比7比3 你把商業機密都講出來好嗎 還有一些陳皮粉姜粉等等 還有等等 等等 等等就是8%還沒有講 就是秘方的意思對不對 其實做法是差不多的 就是細心度不同 你在外面吃到有嚼勁的就是 他們的筋膜沒有挑掉 我們是把筋膜跟有回事先去掉 他們可不是老闆喔 但兩位員工對於眼前的美道料理 語氣裡可是充滿了自豪感 有機會你們一定要來品嘗 電影時辰裡面所說的 黯然銷魂味